欢迎来到澳门科学馆网上教学资源平台,我阿Kid 好了,我们新一集准备开始了 但是如果对上一集的内容有点不明白 或者完全没看过上一集的朋友 我建议先看上一条影片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会对我们这一条影片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好了,我们就开始了 大家好 今天这个microbeat的课程会教几个内容 首先我们会讲了变数的部分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基本输入和音效三个功能 但是接下来的内容都会很大机会变数 所以我就先教了变数这个部分 变数就是一个橙红色的地方 也有现在滑雪指着的地方就是变数 按一下它 会发现变数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们在使用变数之前 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变数出来 这个变数有什么用呢 其实变数是一个用你拿来装着一个文字 或者拿来装着一个数字的容器 而这个容器是可以给大家用一个名称去改 可能可以改做123 可能可以改做ABC 甚至123ABC 混在一起都可以 我们现在先用滑雪指着建立一个变数 我们按一下它 会看到一个叫做新变数的名称 新变数的名称就是指我们需要输入一个 放入数字或者容器的一个名称 我现在简单点就改做VAR 我就用这个Variable 变数的英文名去代替一下 好 那输入好了之后 我们就要按确定这个字 按确定之后 会看到画面上多了三个内容 第一个就叫做VAR 一个圆圈 这个部分就是一个装着数字的容器 或者一个文字的容器 之后会放在逻辑或者回圈 甚至放在输入或者基本的地方使用 那另外第二个功能 就是叫做变数VAR 设为0 这个功能就是指 将一个VAR 这个变数设定了做一个数字 或者是一个文字固定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试试拿出来用一下 拿出来 拿出来 我把它放在一个叫做当启动时的地方 然后把它设定VAR 改做5 输入了5字 然后我们试试运作程式 运作程式之后会发现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输入了变数 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变数 它显示出来画面的地方 因为我们没有用个基本 去令它输出 或者用其他输入的功能 如果要显示的 可以选择基本的位置 选择一个叫做显示数字0 那0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套用VAR这个位置 放好之后 我们按一下 播放器 这个模拟器 如果成功的话 就会看到一个5字 就代表它能够成功显示到VAR这个变数 如果想试试其他功能 可以改做10 你又可以了 播放器 它就会显示出来 另外 最后一个 叫做变数VAR 改变1 这个改变1 用中文来看 会觉得奇怪 如果有看到英文版的同学 会看到 它叫做change1 也就是说是加1 其实 把这个数字加1 假设我现在的数字VAR 这个变数 是叫做10 如果我套用了这个变数VAR 改变1 然后再套用这个 这个显示数字VAR 输出变数 我们就应该会看到 结果是10加1 但是我是11 当然如果想做一个减数 就只要把1 变成负1 或者其他的数字都可以 我们就可以尝试得错数字 结果现在画面显示到 因为我预设是10 然后改变-1 所以就会出现的数字是9 现在可以尝试一下 自己在模拟器测试一下 有一个功能 用滑鼠指住VAR 按的地方 也就是需要修改的变数名 按一下右键 有一个重新命名变数 成功按到之后 按滑鼠的左键 接着就可以把这个变数改名了 我现在想把它改成ABC 或者甚至加一个数字叫123 改好之后按确定 这个变数的名称就会修改了 同时也可以留意我们程式的部分 这个程式的部分 原本写着VAR的部分 都会自动更改做ABC123 这个名称 最后如果同学觉得我不需要这个变数 我想删除它 也可以用滑鼠指住这个变数的名称 按一下右键 有一个叫做删除变数ABC123 然后我们按一下它 它会出现一个确定 然后问你是否要删除画面上 这些程式里面的所有ABC123的名称 然后问是 那它就会消失了 那现在同学可以尝试下 剩下的这个功能先 我们这一课的时间大概来到这里了 那如果同学们对这一集的内容是有什么不明白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会在下一集结尾的时候 会读回我们留言版的问题 去回顾同学到底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们下次见 拜拜